我开场 岂有此理 怎么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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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吴雷 今天是12月24日 记得我的生日还有两天 过去每一年的生日都是在剧组里跟同事们一起度过 非常开心也非常温暖 但其实生日对于我来说真的只是一件 就是平平淡淡的事情 所以在今年这个平平淡淡的一天 我准备去一个真的能让我放松心灵舒缓压力的地方 那就是美丽的乌兰不同 这次的Vlog 风景会更美丽 制作会更精良 所以这次它是Vlog2.0版 它的名字叫做 岂有此理 希望这次的岂有此理 能够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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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能够让屏幕前的你们乐呵乐呵 OK 先进 一段预告 这是我们先从民宿去出发点 搬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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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随风都看不见吗 好长 这是我今天这次最怕的 我真的特别感动 我刚刚真的这次体验到了 真的这辈子完全没有体验过的经历 哪里有牛肉干 那个是什么呀 那我们又干嘛怎么干呢 那咱要是掉进冰锁 那岂不是凉快了呢 真的是其有此理 大哥慕名原来这么快乐 明天就是新的一天 谁是新的22岁 出发 OK出发了 出发了 出发了 出发出发了 出发出发 出发出发 装了 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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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入城总共是453公里 但他们跟我说得开7到8个小时 因为快到那边之后 路都是冰雁路 所以说会很不好看 所以咱们先出发 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今天也太多久 我刚看了一下外面的温度 今天北京是零下四度 首先我们第一步 是要从北京堵出去 前方银来五十米 航行驶 上风 往机场高速 可以连达方向 现在钓鱼台服务区 有加个油 这里我们的目的地 还有两百多公里 然后现在的温度是 零下十二点三度 对 就往里面走越冷了 继续出发 渐渐这冰雪的感觉已经上来了 期待 兴奋快乐 这一带就稍微注意一下 它有的地方没有清开 小心小心下水 有点那个味道 对着这个意思 刺激而为 有点刺激 有点紧张 空气凝固 车上没有一个人敢大头淌气 首先就出汗了 确实感觉那个路特别滑 都不敢踩油门 就继续行驶 就是这样 含着刹车往下慢慢流 因为都是雪和冰的路上 大游行 我这车上是有老司机 陪伴着我一起开的 所以说大家 没有什么太多驾驶经验的朋友们 还是要注意安全 您已进入市峰市赫时克腾级 赫时克腾级 赫时克腾级 我现在无限期待 明天的录影 究竟会 以一个什么结果 全部都关门了 只要是晚上黑的一片 到达今天的目击地了 所以我们现在到达 第一天的住处 没上车口 没上车口 我太冷了 OK 现在我们已经 到了 今天晚上要住的民宿 对 因为这次来乌兰不同 其实准备去做很多有意思的事情 其中最危险的 也不是最危险 就是最遭到众人反对的一项 就是我准备明天 可能准备在雪原上面露营 所以 但是露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因为温度特别低嘛 零下20多度甚至30度 所以这次请了一位专业的老师 来陪着我 教我如何活着 对 因为如果一个不小心 人体失温的话 可能会遇到截肢 等等 很危险的危险 危及到性命的危险 所以说 大家不要轻易模仿 现在已经到民宿了 跟大家也会合了 现在准备去吃一个饭 卢老师你好 叫我小吴就行 叫我小吴 我明天可能我的命就交给你了 我这次出来遭到了极大的反对 因为他们觉得我应该 就是不应该这样做 但其实 这是我今天这次最快乐的事情 就是明天的录影 我很期待明天能够 在战棚里面睡去 在战棚里面醒来 这啥呢 这是奶茶是吗 这是奶茶是吗 这是很奇妙的味道 是这种味道 有点咸咸的 好像是第一次 就老听说 但是每次没有这之二八戒喝过 这是什么 这里边黑的 牛肉干 牛肉干 奶茶里有牛肉干 我头一回听见奶茶里有牛肉干 就是摇杆的使用说明 就告诉你 看哪个干嘛用的 这种倾斜以后 然后这个方向吧 这样转过来 可以自由飞行了 可以玩了 我好像感觉我有点感觉了 好下班 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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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 好冷 好冷 不行 插不住 快开开 可以 出发 走吧 出发了 出发了 走吧 上车了 就是我们现在从民宿去出发点 去我们这次的向导 老罗的旅舍 然后去顶我们的马 然后开启今天下午的 跨越雪原之旅 对 现在我们已经出发了 现在路面全都是冰 全都是冰 但今天天气好像还挺好的 太阳很明媚 刚才我们出来也已经 感受到了今天的温度 今天的温度是 零下28度 目前现在是零下28度 一会儿不知道 然后现在手已经有点感觉了 刚才手的动得有点没知觉了 不过还好 我相信今天装备齐全的我 装备齐全的我们 应该可以非常顺利 平安地度做这么一天 非常厚实 保车已经开车了 现在这个冰面不允许我有一丝的懈怠和疏忽 因为跟前车保持很远的距离 然后刹车也得轻点 不然方向盘也得稳稳 不然会打花 出发 就比我想象中的快乐 要硬核一些 我从来没有想到说 我来先一开始就能 就是开这种冰露 还是这种事 来之前觉得离我还挺远的 没想到来这 就还挺 有点梦幻 还可以 还可以 让大家看一下 今天住的地方 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 这牢旅社的老板 老罗老师是一个非常爱马的人 你看 这边 你们都是 都是马的 那种 海报啊 有一些可能是他自己摄影的作品 这些屋子 贴个防汗贴 这样子你的脸不会被冻伤 因为说今天中午会起大风 OK 给大家简单快速的讲一下 我这次出行的装备 这次带了一个 可以背在身上第一视角的机器 然后可以记录 就是我眼前所发生的事情 然后还有一堆非常非常厚的衣服 衣服 超厚的雨笼服 防风防雪 防水 然后还有备用的机器 放在背包里面 一堆电池 还有一堆记忆卡 还有 专业的防风眼镜 老老师给我的这个羊皮马甲 然后 对 还有这个非常厉害 非常厉害的 这个 风雪完全进去不了的这个鞋子 那我看一下 大家马上就要出发了啊 还配备了专业的对讲机 可以随时跟大部队联系 这样子防止我们走丢啊什么的 对 然后这些是我们出现装备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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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这次要用到的机器 也要带着 OK 我们现在收拾的差不多了 可以出发了 结 卢老师 你好 你好 终于见面了 我刚刚就是已经收到卢老师的关怀就是就是那个什么羊毛 对关于防寒中胃 羊毛衣已经穿在里边了 特别暖和 龙老师你知道我们这次 就是我这期节目 你知道口号是什么吗 你说 你没跟你讲吗 没讲过 因为我工作人员上次来 就听您说截肢的事 动一动就动截肢 所以我们这次口号是活着 活着 对我们这次口号是活着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 反正就是耳朵如果不注意 它一扒了会掉 要不说这个大家帽子都戴好 反正没啥事 就耳朵会掉 叮就掉了 行我们要活着 活着 OK我们现在出发了 我们已经从马棚里 骑着我的北斗出发了 我今天的目标 是要骑马 跨越雪人 然后穿过树林 去龙老师推荐的最美的一个扎营点 然后去扎营 尽量尝试在那个情况下 急寒的情况下 扎营住上一晚 然后过一下我的22岁生日 现在我的所有机器都关机了 只剩这一个小的机器还能用 所以我们现在决定赶紧往前走 赶上前卫的部队这样子赶紧补给一下 找个地方卸下来喝点水 我们赶紧往前赶吧 我现在一眼眨眼都费劲 沾上了吗 沾上了 全沾上了 啊 我都看不见路了 朋友 你看我一眼睛 朋友们 这 这啪啦的啪啦的啪啦不掉啊这个 哇 哇刚刚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兄弟们 真的什么都看不见了 哈哈哈 因为我这个手指头都真不直了 太冷了我手 哎 耶 太美了 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 真的是岂有此理 真的是岂有此理 哇 哎呀 哎呀 休息一下 哎 那个是什么呀 那山上那个 你看了吗 我看了看这桃子 是那个在冻的黄色呢 那桃子是什么 我老师我上以后你 你像这么等的天 你是不是都习惯了呀 对 这得经常挨冻 其实人的手里很强了 嗯 但是 经常在问市里呢 过去来城市环丽 环境下呢 基本上就 退化了 包括视力 啊 清力 都会退化 对 都会退化 你比如说你从这儿 远处 它如果有袍子 嗯 野生动物或者马 嗯 在这个距离 基本上就得能看到 远处啊 一个小黑点 就得能看到 我应该能看到 我眼神还可以 你看这儿 这儿有个动物的脚印 这个 这个区域 这是啥动物啊 这是袍子 这就是撒袍子的脚印 袍子 袍子 袍子哥 路我这儿袍子吗 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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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 路上路上路上 我把手一套上去路上 袍子 我现在这个山脊上面 我的手机器已经关机了 我先拿着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关机 但我想把我今年最感动的一刻 也就是现在 也可以说是最感动的一刻 觉得最美的一刻分享给你们 太美了 雪原 我很感动 好吗 我感觉我这一年来的开心 不开心 会弄 方式难过 都将在今天终结在这里 明天就是新的一天 全新的22岁 他也同意 北斗也同意 我很快很开心 真的 太美了 所以你看我其实今年我工作一年 但我这两天我就感觉 瞬间所有压力都忘记了 哈哈哈哈 都都都都都 都爽 对 有一种 一下涩然的感觉 吃饭 又一年的感觉 真的又一年的感觉 太冷了 真不开眼睛了 这个防风镜为什么不带你们知道吗 它里面已经冻成冰了 看不见路了 真的 乌兰布头的冬天 这着实很美 但如果大家没有专业人士的指导 真的 大家一定要谨慎谨慎 再谨慎 不要乱模仿 我现在又累 又冷 又渴 但是我的心是炙热的 我还是很开心 对 哈哈 托伟们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林子的入口了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 这个看起来 非常神秘莫测的林子 就一直往这方向走是吗 哥 对 一直往那方向走 往前走吧 哎呀 你咋认得路的呀 哥 看太阳呗 看太阳的路 对 找到太阳 你不就找到你那个扎营的位子了吗 哎呦 我们现在穿过这个林子 先别往上啊 就斜着走 斜着走 对 你要上去了太腻 不会刮脸 中间地带那个 因为林子蜜啊 它长得比较稀疏 咱们可以加快点速度 因为你的速度呢 再加快 没问题 再加快 没事 就这个都是袍子两样 对 你看它间隔距离比较远的这样呢 它就属于速度很快 这树林蜜它几只袍子会合到一起了 我们现在在穿越这个小林子 然后 还有40分钟左右 就可以到达我们今天的扎营点 10公里 然后 我现在不行了 真的 美是真的美 但冷 也是真的冷啊 啊 我们现在走出林子了 哇 太爽了 咱们爬看一下我们扎营地点 这是风啊 那个位置 远处的那个位置 那两个小山包那块 哇 这块也太美了 太漂亮了 行 那我们现在过去吧 好 过去吧 走 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 来形容的一种美丽 就是 无边无际 只有雪和草 雪原 有一种感觉大自然是这样子的 宏伟 而你又却是这样的渺小 但渺小到我 却也有去征服这个世界的力量 我们的目标 是当上雪原王 走 走吧 赶路了 不拍了 走走走 走吧